大海里满满都是水,海底隧道是怎样建造的,又如何做到滴水不漏的呢? 随着建筑水平的不断提高,人类为了缓解地面交通压力,海底隧道的建设也逐渐地被提上了日常。 与跨海大桥相比,海底隧道最大的优点是建在海底,不仅不会影响通航,也不会受到海上恶劣天气的影响。 但由于施工于海底,不禁让人疑惑,大海里全是水,海底隧道是怎么修建的呢? 其实,建造海底隧道经常用到的三种方法,分别为顿垢法、钻垢法和尘管法。 其中,顿垢法是一种经典的建筑技术,主要是利用顿垢机进行挖掘,机头上覆盖着刀片,将前面的土壤凿开并把石头切碎, 然后通过出土机械运出洞外,通过千斤顶在后面加压前进。 此外,为了防止隧道坍塌,它还具有自身的防水功能。 在挖掘的同时,组装混凝土管片,通过顿垢外壳和管片支撑周围,防止隧道内部坍塌。 可以说是一种全机械化的施工方法,主要适用于软岩和软土地基。 钻垢法,顾名思义就是先在岩室中钻孔,然后进行爆破挖掘。 它的优点是施工灵活,而且在修隧道过程中,如果遇到漏水,工人会用全断面为木灌浆的方法堵住水,在挖掘区域周围加压灌浆,形成一个充满岩室建气的植水木墙,阻断水侵入的路径。 我国大陆的第一条隧道,想按海底隧道便是采用这种方法建造的。 而沉管法则是提前制作隧道管道,然后用封墙密封管道两端,使其漂浮在海面上,然后将隧道块分别运到海面上。 在用摇杆器确定位置后,工程师将封墙拆开,向管道注水,使其慢慢沉入海底。 最后用大量的碎石将其压住。 这方法虽简单粗暴,但适用范围较窄,因为它需要在海水中运输,沉放和拼接管道。 所以,沉管法不是用于水流较济的海域。 我国港珠澳大桥隧道段,便是利用沉管法在海底连接33个管道。 那么,海底隧道长什么样呢? 事实上,海底隧道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观景台。 其实真正的海底隧道和普通隧道没什么区别,因为海底的压力极其恐怖。 如果建筑材料使用玻璃,一旦海水泄漏,后果将不堪设想。